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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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剛才這樣研究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說住在都市裡的人 對於他的鄰居已經不在乎了 可是實際上 多少還是會跟鄰居有一些來往吧 我年紀見長之後發現 跟鄰居友好還滿重要的 是 有什麼好處 那就是 但是如果不熟就可以不要理他 妳現在有點熟就得理 但小時候就可以 很大方的不理別人 現在長大之後 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那如果妳現在進個電梯 就有一個12歲的小朋友 就是看都不看妳眼 妳是會不高興嗎 12歲的話我可以接受 大概幾歲就不可以接受 如果是差不多40歲以上 完全不理的話 我就會想說這個鄰居 是不是難相處 OK 我們今天調查到幾位明星 他們的鄰居也是明星 而且是不同性別的明星 理論上就應該有發生曖昧的 機會才對 那在棚內的是三位女明星 歡迎你們 歡迎三位 歡迎 是三位女明星 有的應該是逐木草而居 就是知道有男明星在 就跑去住的那種吧 應該是會先調查那個 幹嘛看我 要幫他看誰 妳是不是特別選 有男明星聚集的地方 沒有…我住的那個地方 我是十足 是他們聞到 不是 他們知道我住那裡 就那個風有而上 因為我真的是那天最早住的 真的 現在超多的 所以妳手上並沒有 男明星的住職名單嗎 有 因為後來我都是去快遞 因為我們就景觀那邊收快遞 就可以知道他們住在哪裡 我才發現說 原來誰…也住在這 三位手上都有一個牌子 是圈和叉的牌子 好 妳的鄰居即將面臨一個考驗 就是另外兩個女生呢 可能在他出場的時候 會舉圈或叉來表示 這是他們期望中的男性鄰居 或者不是 了解 我們要請第一位 也就是小甜甜的男性鄰居進場 好 我們歡迎小甜甜的男性鄰居 來一位 Gino Gino 大家好 歡迎… 你好 歡迎Gino Gino 你想坐哪裡 我可以坐那邊嗎 Gino 你要看一下 這兩位女生 對於你作為男性鄰居的反應如何 開心舉牌吧 這種鄰居來講的話 OK啦 炮籠包 Gino算是很不錯吧 一字通過 可是 我是好鄰居 所以沐西妍這一行當鄰居是 我覺得是那種 你會想要去跟她借東西之類的 那種男鄰居 起碼視覺上就是比較舒服 對啊 可是你們真的人生會有機會 跟鄰居借到東西嗎 沒有 那可以找藉口去借 甜甜有跟你借過東西嗎 她有想要來過我家 壞… 我跟妳講 有一次我家真的停水 我們同一個社區 就是真的停水 我打遍電話他們都不信 然後都覺得我在開玩笑 可是我真的想要借廁所 對 那妳停水 同一個社區我也停水 對啊 對 那妳過來我能幫妳什麼 不是 不是 妳停水要去那家裡上廁所 洗澡 妳為什麼要這樣 我會停水 我要工作 我也一直想借個廁所 我們想來我家洗澡 妳可以來我們電視台戲 不方便 可是妳都沒有思考過說 妳停水她也停水這件事嗎 對啊 當然因為我想說有的人 水的來源不一樣 因為 我家裡面有井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 可是妳應該很得意 因為妳亮出來這個男性鄰居 在場的女生都覺得OK OK 就雖然覺得還滿得意 但贏得不光榮 妳等一下就知道 對 背手有點弱 不光榮 沒有辦法 諸妳的輩分 甜甜是妳先搬進去 還是GINO先搬進去的 我先 我先 我先搬進去 她每次都這樣逗逗逼人 我也不敢回答 等一下 我們一直都是以這樣方式 在做鄰居上 妳跟她靠很近的時候 妳有想要吻她嗎 吻她 吻她 妳有什麼吻她 想餵她 吻她 妳有想吻她 我先搬進去的 是嗎 我先搬進去 而且呢 我跟你講 我先搬進去 然後是另外一個藝人告訴我說 你知道GINO要搬進來 而且她趁晚上的時候搬家 她不怕鬼嗎 然後她跟我講 晚上搬家會有鬼 因為有的人說 晚上搬家 好兄弟會跟著妳回去 對 要白天搬 不是 妳知道 都是晚上搬 真的假的 晚上搬比較不熱 有這個習俗 是另外一個藝人跟我講 然後他還說 他就是很急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靠一個晚上 就把東西全部搬過來 對 因為我被上一個房東 強制搬領 你做什麼事 他要賣了 他就很臨時要賣房子 OK 慕希妍 你的男性鄰居 你自己覺得他作為一個男生 是圈還是差呢 我們還要相處很久 但是觀眾眼睛是血亮的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男性 他是人品是好的 但是作為鄰居就 可是如果你要跟別人講說 他是你鄰居 你會覺得很光榮嗎 不會 就是 對 因為我覺得 最好的檢驗標準就是 房屋仲介會以他來號召別的人 住到這裡來嗎 那應該不會吧 不會嗎 不會吧 仲介不會講說某某某在這裡 所以你很應該會考慮這個房子 就如果不會 因為如果他跟GINO比的話 一定是GINO比較會抬高房價 對啊 好 那等一下他出來說 我們也是要請另外兩位女生舉牌 好 來 保全麻煩你 好 我們歡迎他的鄰居 好 請坐 各位 請坐 就是我啦 你出來好像沒有什麼人有期待的感覺 期待 我覺得 如果有我在的話 房價每瓶最好要多五萬吧 為什麼 就是 算是滿有質感的一個 真的有人 真的有人用你做過號召嗎 有 而且我是我們那社區 連續五年 我都沒出來競選 就當選委員了 什麼委員 自動搭學旅的嗎 我以前有在做紅酒生意 然後賣不完的紅酒 我就全部請住戶喝 覺得類似匯犬那種 就聖誕基諾 你這個理由小孩子 就是匯犬 沒有… 你這個理由可能小孩子 會覺得你是一個好鄰居 我好鄰居啊 我是賣不掉嘛 因為如果鄰居沒事會送酒來的話 我覺得是還… 這很上道啊 這比基諾有用多了 對 然後他們就辦那種自助餐 那種聖誕節嘛 然後我就想說酒就我提供 客帆出場的時候是圈還是差 要從哪一個角度 就作為鄰居啊 鄰居的角度 為什麼差啊 因為我覺得客帆哥 他是個很好客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會很擔心 或者他會三不五時按我們家店 電鈴說 我們今天有辦派對啊 我們今天要喝紅酒 那這樣就好鄰居啊 我真的會 對 我會比較害怕這種 因為我比較被重 因為這樣是有壓力 因為我有遇過這樣的鄰居 妳說他沒有先電話通知 直接殺來你們家按門鈴 因為他算是我們那個社區 就是賺大姐這樣 來幹嘛咧 就是沒幹嘛啊 就是聊天啊 要進去嗎 然後進來 他一定要進來啊 他跟他講些什麼事啊 剛剛幫他那個事 就他按門鈴 然後打開 結果妳可以 然後帶一個電腦 然後他說 你家有那個充電器嗎 我說有啊 他就充下電喔 然後還開始聊聊聊這樣子 他說你不用管我 你做你的事這樣 成功這樣子啊 然後最近要搬進來那個誰 王思佳也是啊 所以他那種三不五時 然後按門鈴 我一看 結果一看門變成王思佳 就是王思佳 你爸打扮成王思佳這樣 我爸是他幫我帶吃的東西給我 可是王思佳他就是同一個時間 跟我爸爸一起 所以王思佳是尾隨在你爸的正後方 對 然後你爸一讓開他就趕快去 是 所以就是三不十餐會 他就叫他爸用瞳孔去對那個 所以我很害怕 也是會很怕這種事情 思佳不太很愛去他家 還會拖我去 而且是那種半夜12點1點 拖我到他家去 然後就說你可以去買東西 因為小青有很多東西 我們就半夜然後一直挑 然後小青已經很累了 然後我們還在他家搞到三點 所以你家離他家近 其實超遠 所以你剛才說張克帆你不太確定是 有可能張克帆可以得到圈是不是 後來我覺得差是因為 就是我覺得像我的那個環境 目前我就是Queen 因為我很少讓其他 因為如果女藝人搬來 你什麼東西 在我們那個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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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叫做Queen 對 因為其實 他們知道 對 因為福地好不好 因為你知道我們那個社區 很多女藝人進來 就很快就會 比較快就搬走 所以我們現在那邊 大部分都住男藝人 都被他逼退他 如果克帆哥住的地方 因為他是妹頭 所以我覺得就會變得很多妹來 妳要確定 我們那個社區以前有林熙磊 那就對了 傻傻 現在還有沐西岩 所以大家真的都有明星鄰居 有 我們這棟更多 我們這有20位藝人 那棟是明星鄰居 20位 而且還住一個益州刊的總 總比太多藝人 那水準很不錯 沒有… 沒有 你想不讓人家講什麼 沒有 因為後來有一天 這個我可以講嗎 我可以講好了 因為是我鄰居嘛 你要 你要講可是我是同一個 應該是同 是吧 就是有一次我抱一個女孩子 然後拿錢包 一直這樣擋著臉這樣子 然後我還叫 小燕姐… 是我是我 可是我真的認不知道她是誰 她就拿下來的時候 小燕姐 是我 然後我說 我是 你是 然後我是 妳說 妳現在也住在這裡 她說對… 我就住在那個什麼 所以妳就說遲到 從此 某位我們大姐就說 我們A棟跟B棟 就比較少往來 最近 聽話語 人家故事 你很敢講 你不要講 你不要講 這是什麼 這是重來 我不出獎的 我不要講 你不要講 我不出獎的 你這個故事 更大 你跟我練有講 不是 因為我… 不是我要講 我不會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 講那個人不是我 不是我講的 故事是可以播 可是名字要效應 所以甜甜要講的 不是這個事情 不是… 還有誰嗎 還有別人嗎 不是 我要講的比較… 不想跟他幫鄰居 不是… 我要講的比較平衡一點 對啊 什麼 但我現在不方便講 對 這樣我會把他講 不會啊 什麼 那個都講了 對啊 那你講 那個都講了還有什麼危險 不要 起舞難下 大家都要聽 不是 我只是 我只是很 就是有男藝人 因為我本來也不知道 只是那男藝人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他就說晚上不能喝太醉回家 因為 就這樣而已啊 什麼意思 我看最後一個人 妳要小心把他講完 他不會幫妳消音 他會幫妳消音 他會幫妳消音 那個男藝人說 晚上回來要當心 因為走錯一邊的話 就從天堂掉到地獄去 誰是天堂 誰是地獄 對啊 我們想知道 就是一邊是地獄 你們會消音嗎 會 因為 住正對面 對 正對門 然後那個男藝人就說 現在要不能喝太醉回家 開錯我們就錯了 就是開玩笑 當然他們沒有認識 所以他們是同一動 對 他們就說一邊天堂一邊天堂 她真的哪有比較平衡 對 妳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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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壞 妳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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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出場這位男性隆居 跟這兩位比起來 是圈還是差 是圈喔 對 蛤 我有點不想錄咧 什麼東西啊 妳以為 誰都可以 妳輸他 我就只好說 妳以為妳會贏他是不是 因為他有家事 所以他比較不會 他不會主動會就是 我知道他不會煩女生 對 他不會 亂講 Jason有家事 還一直跟我講說我要帶小咪 還好我們家一起的到你家玩 可是帶太太一起就沒有關係 我有講他講說一定要帶小咪 OK 所以妳是說Jason有 曾經不想帶小咪去你家嗎 沒有 就是我剛開始跟Jason知道是 因為我們同樣上一個節目 然後那節目就是來拍大家的節目 然後我跟Jason就發現說 原來我們是住在很近 然後Jason就說 你家很漂亮 就是哪天可以來你家玩 我說好啊 一定要帶小咪 他就說當然…這樣 一定要帶小咪 一定啊 不然不准來 對啊 那當然 那如果帶阿咪可以嗎 對啊 也歡迎啦 也歡迎啦 做一整個演唱會 有音樂 多好 對 還不錯 對啊 甜甜 那我問你 等一下門背後要出來的這位 跟你們這位Gino比起來 是圈還是差 自己有什麼好嘆氣還想的 我跟你講 等一下 妳跟他 他兩個做妳鄰居二選一塊 我好難那個 因為…這個傢伙他是 他的好處就是他家會有 吃不完的海鮮 真的 對 他就是他有 他還是有他的好處在 但如果一外型的話 當然還是這邊比較交好 不是 他的個性才是管家工 他才會常去找你 他壓力 真的 我跟他相處壓力很大 對 我覺得他有過分熱情的疑慮 是嗎 他是有講說他會邀請你去他家 但是你去過一次之後就還好 邀請的話可以說不要去嗎 一開始是沒有要去 對 後來聽說他家很漂亮 以後我就去看 然後覺得真的很漂亮 好像到另外一個空間一樣 這麼漂亮 嚇死了 他家超漂亮 我沒有來 因為我都已經覺得 我的家已經是還算好看 對 因為你們是原本裝潢 其實他們那一棟 它是改過 它整個花了好多錢去 是什麼風格 華麗的嗎 未來感 未來感 很辛苦 真的 真的很未來 妳說他要去陽台的話會按鈕 然後又是電動把他送到 沒有 就一進去是很未來感 床是子彈艙 然後那一次這樣 然後 懸浮在空間 真的很未來 因為他的那個客廳有一個裸湯 就是那浴缸在客廳 然後他的樓梯也是樓空的 全部都樓空的 對 就全部都樓空的 就像M.I.B的第二集 對 第三集 可是 他的電視是需要這樣叫出來的嗎 妳知道那種 他好像可以轉對不對 他的那個就是那個 對 而且他家就是很怪 而且去他家一直在播 復仇者聯盟 不知道為什麼 他都不會騙 他來光的 是他待客的影片 興趣還好是妳知道消毒那種 是 這樣應該去拍一下對不對 對 我最後去拍一下 他說 不要…我很低調 我要低調一點… 可是因為未來感 很容易變得很廉價耶 不會喔 他家就是… 不是 很容易壞掉啊 就是萬一轉的東西 轉到一半卡住行 他說他每天打掃 而且他又養狗 而且他家還是一成不染 對 好 保全我們請他進來 好 要搬家了 現在趕快搬家 歡迎… 他今天穿了未來感的衣服 不敢相信是不是 你家會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是什麼意思 就有東西會轉 床會轉 蛤 沒有 你的那個啦 你的瓦斯爐那些很多 有的沒的 瓦斯爐會轉嗎 他有一個 他的那個洗手台 有一個東西會轉出來 然後是插座這樣子 我可以做嗎 就插電的 沒有… 就是他家的東西 你如果這麼費心裝潢 為什麼不去拍 對啊 沒有 我覺得 其實那是一個私人的空間 真的嗎 對啊 我只是因為我 全部都是我太太去想的 她從她在英國 看到所有的東西 全部往往圓圓的搬回來 OK 她說那個轉是 通常我們家庭很少在用 吧台上一定要有一個 所謂的插頭 如果你要弄咖啡也好 煮東西也好 那個插頭會佔你的空間 也會濕嘛 有時候碰到水 所以吧台上可以做一個 隱藏式 它是可以拉起來 它一拉 咚…就一個定位了 就是一根桿的升降 你可以插插完之後再咽 它又回去了 也不佔空間 因為收納 畢竟房子不大 為什麼要一直播放復仇者臉 沒有 那邊去剛好就 因為我太太在看電視 就看到那一台 他們剛好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他一來就先翻冰箱了 那我怎麼辦 為什麼你們家很多海鮮 因為我喜歡吃海鮮 我跟我太太喜歡吃海鮮 常常會有澎湖的朋友會寄回來 就不定時間 就這段時間是吃汙泥 就是海膽 吃海膽跟生蠔 就剛好寄回來 小湯他們就愛吃 就常常會來串門子 而且他不過煮的東西 叫我們幫他拍影片 然後他就在那邊煮那個生蠔 叫我們幫他拍 他就開始說現在是啤酒 啤酒要倒進去了 生蠔怎樣 他就自以為他是阿基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要幫他拍影片 影片他就上網 然後他就會放上去 然後他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粉絲團叫什麼名字 Tim 不是你的粉絲團 他會強迫大家加入他的粉絲團 然後他就按讚這樣子 沒有 放屁 什麼時候強迫要加粉絲團 沒有… 其實他…那是他們自己 然後他問我說你這怎麼弄 因為我去 我只是習慣 而且他今天真的是穿廚師服來的 對啊 對 所以我想說 今天先上哪一道菜這樣 所以 所以你是一個好客的人 對 是一個好 可是如果你的鄰居 並不想到你家做客 這件事會傷到你嗎 不會… 我從來不強迫任何人 因為丁小晴一開始不想去 他說你一直盛情難去 小晴太神秘了 這個人是我跟你講 他一定要算時間看日子 才可以見得到 平常不容易見得到 其實朋友大概住那邊的人都知道 我們去他家 他就叫我們看窗戶 他說你知道嗎 這些花都是假花 你看多栩栩如生 然後我說 假花 對 不是 等一下…我先講完 結果他就開始通電話 因為還有另外一個 人家叫李冠儀 然後他就也就告訴說 路線怎麼買發財樹 發財樹 對 你們覺得不是 你看… 他現在就覺得那是真花 那就成功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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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跟他老婆來我家 有一次一進門 我就覺得 你到底是潘若迪還是詹惟中 我跟你說這是彩味 這裡東西放這裡就糟糕了 還有家裡不要放一些真的樹 會噪音的 真的假的 真樹會噪音 我還真的把那個樹丟掉了 我懂一些這個東西 所以我其實家裡真的 所以我家裡面的擺設有很多 就是我一開門 你看不到我的廚房 它們不見照 不見側 而且它的地板 你可以講嗎 對 你的地板裡面裝的是 我的地板 底下都是水晶跟碳粉 對 所以是熱的地板 所以外表是個拋光地很漂亮 但底下都是有水晶的 底下是看得見的底下嗎 其實我當然師傅有來 你藏著水晶跟碳粉 在地板的下面 其實很多人都有 很多做生意的 或者家裡都有 有 像我家底下 有算方位埋童錢 對 幾乎都有 所以我覺得他不當健身教練 他可能會去當命理師 可是水晶跟碳粉的意思是 其實那是一個聚材的一個方法 七彩水晶你必須要看 你用的是哪一種水晶 譬如說你希望能夠健康一點 你就多放一些黃的 或者什麼粉色系的 你希望能夠多一些人員 人際關係 你就分一下放一些粉色系的 可是這個事情是不講的話 別人採在地板上不知道 是 不會感到的 那個是拿不出來的 拿不出來就是一直鋪在那邊 所以是要挖開 才會發現裡面有水晶跟碳粉 對 可是你 幫助幹好 就不會去挖的嘛 這個是有的人信 有的人不信 然後假花也是為了這個 假花是因為 因為我有 我是一樓 所以我有一個院子 非常大的院子 院子那個樓 圍牆只有半截 對 我有很大的狗 我怕嚇到人 是真的嗎 許許如生 對 許許如生 對 許許如生 我一隻渡兵 很大隻 那我會怕嚇到 渡兵喔 對 很兇 沒事 怎麼會講大渡兵啊 很… 你是防罪用的是不是 當然第一個是看假 第二個是短毛狗 也不會容易弄髒 OK 對 我喜歡這樣 乾淨淨淨的 所以你們 怕嚇到人 我就把它加高 用假花加高 對 我用那個 南方松的板子 把它一格一層隔起來 隔到大概 好專業 兩層樓的高度 就要兩個人的高度 就是你看不進來了 所以狗來你也不用怕 所以當時你們兩位 誰先住進去 她先吧 我先 所以你看到 潘若迪住進來的時候 有高興嗎 我是說 我先嚇了一跳 嚇到了一跳 可能因為怎麼會 老師突然間住進來這樣子 對 其實我們有一個大樓的簽道簿 就是它 因為它常常很多包裹 我也是非常多包裹 它是網購嗎還是 可是我從沒看到你在簽 其實我都不簽 是我太太簽 可是她每次都看到你 小金星幾樓幾樓 可是請問你們那一棟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明星 我不曉得 搬進去了之後 然後才 我們在也是簽收部的時候 我剛才簽收過 看到有個很像明星的名字 我說這是誰 他說對 但是他是誰 他說這棟你們不知道嗎 你們簽收的時候 還看別的住戶的名字 我們要找 我們要找我們的名字 對 然後 我說這是真的是那誰 他說對 他說你不曉得 這一棟有 當時我住院是15個藝人 對 因為最早是演戲的 那邊是最早 對 為什麼 是因為他就在電視台隔壁嗎 對 他離電視台非常近 其實 他說我們那個風水很棒 就是河堤的風景非常漂亮 他那一棟是一打開門 就整個河堤 所以說河繞的房子 代表是也是財運的 所以一方面是因為 他離電視台近 另外一方面是因為他 他跟我隱密性 view也好 所以那個 電力性很夠 管理員會八卦嗎 譬如說我今天看到誰誰誰 帶誰誰誰來 他會說其實像我去住的時候 搬進去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還有誰在這邊… 真的假的 那個本質其實說真的 如果說小晴如果她自己寫 她不要寫丁小晴 她寫丁丁可能沒有人會知道 她寫丁小晴那麼大 誰不曉得是她 真的八卦是小甜甜 小甜甜有在觀察 GINO帶女生女生回 我跟妳 我根本一點都不在乎她的私生活 但她每次都就是 活生生出現在我的眼前 帶著妹 每次我遇到的都是不同女生 頻率有多高 還滿高的 因為你知道她那是 她神出鬼沒 因為我連要去坐計程車 她都帶一個妹在發摩托車 我連就是不同 GINO你每一次被甜甜 看到你帶妹的時候 你有緊張嗎 我想起來什麼事所以不會緊張 可是都不同情況 妳要不要讓我講 甜甜你先講一個你覺得就是 一定就是女生 女朋友的情況 不是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 看起來都還滿像 就是我每次看到她那個感覺 我都會覺得說 感覺好像是我說出去 要殺我滅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她有用眼神暗示妳不要囉嗦嗎 有…她都打照到她 就這樣 很快速喔 妳有露出那種 電視劇裡面壞人的那種 我就這樣 小條怎麼沒啊 不太會有節目效果 她有資格講人家 我要講 妳幫她把妳那個給抖上來了 我可以 不要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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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幫我講那麼多 我剛才在後面我腳踢門了 她跟妳甜甜有什麼可以講的 妳不要亂講 就幫我反駁一下 對…先讓她 我們現在重點是她 先讓她講一下 我也要抱她 重點是GINO 我真的是因為很多朋友 因為我們住那位置很好 他們是要來看房子 所以甜甜妳 GINO看到妳的時候表情 是不想被妳看到的樣子 她就算自己一個人遇到我 也一副不小心被我看到的樣子 她是有機車的 我覺得我好像住在嬰宅 明明啊 可是GINO出現的時候像明星嗎 她都… 我幾乎看到她的時候都妝髮好的 我真的沒有化妝 沒有童髮 為什麼老師說我妝髮好 她看起來好像素顏 我不會遮遮掩掩 對 因為她皮膚很白 所以她平常其實就差不多長這樣 甜甜 她身邊跟著女生 都是頗有姿色的嗎 就是看得出來 感覺都還滿像Model 我知道原因了 因為就是Model 所以妳喜歡跟Model 不是… 因為我們家做的地方 對面是一個網拍的很大的一個棚 為什麼網拍的模特兒會去找 剛好有幾個是我朋友 他們有時候拍中間空檔的時候 會… 會來的 後來我們社區休息一下 就是來處哪一棟房搬去 對 就是那個很有名的 而且拍跟拍的這個空檔 還到妳家休息 因為不是我家… 是我們就是 網拍中間根本沒有空檔 我這網拍跟我們家中間是 香車汽車旅館喔 不是啦 不是 真的我發誓因為 妳這個邏輯有問題 因為她不用去汽車旅館 她家就在那裡 不是 因為中間她同時有 好幾個Model 在同時在拍的時候 她們中間會有空檔 我們社區大部分是很舒服 會… 真的 因為她們同時三個Model在拍 不是 因為她也是住在甜甜家 她也是在甜甜家對面拍照 她為什麼我們去找甜甜 對啊 因為她不認識她 她不想跟動物當朋友 那怎麼會認識妳呢 對啊 怎麼會認識妳 因為 我因為一些原因 我認識滿多就是網拍掛的Model 你認識很多網拍Model 有些 因為一些原因 為什麼 我跟妳說啦 因為認識一個就會 大部分就會認識妳 你有刻意經營網拍Model這一塊 其實我本來有 因為我 我有投資朋友一個女生飾品的店 然後就有 還有衣服 所以想要請她們來做網拍 所以入股嗎 所以我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有刻意要 所以等於是 外面嘔太大聲 這個不合理 完全是不合理 她可以到中間後去休息 是不可理 我拍一天都拍300 對 而且妳是就在那個網拍 是算時間的 對啊 所以她怎麼可能 讓她的角度先讓她 你不要說謊話 你不要說謊話 我太久沒有說謊話 我跟你講 妳現在唯一要做一件事 趕快搬家 真的喔 女生飾品 可是也不會因此 就跟網拍Model有來往 我跟她投資女生飾品 只是為了要認識網拍Model 她真的不在乎生意的 生意上面的那個 然後就把 還用摩托車載人家嗎 因為 沒有…那是因為 摩托車為什麼 因為她網拍以後 休息以後順便要看房子 摩托車載還是甜甜嗎 沒有 摩托車是因為 有朋友來看房子 那次剛好被她看到 我開車太麻煩了 所以一次會有多少 網拍Model到你家 也有曾經兩個一起來過 她是台房間的海夫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這樣很機車耶 因為她永遠跟我講說 她家太小了 所以我不能去 她沒有來過我家 我去看了她的那間 她看了她那間的時候 我發現她門口 為什麼有套男孩子的鞋子 我還把那個男孩子的鞋子 把她掛在她那個門榜上面 放在那邊 然後那一天我就走了 男鞋幹嘛不收進去 要放在門 是炫耀的時候結婉 沒有 因為我要保護自己 不是有人說 要放一個男鞋這樣比較不會 如果有歹徒 是男鞋要保護她自己嗎 不是 這歹徒 不會重陸 所以男鞋是在求救嗎 你不是講嗎 是誰 我真的忘記了是男鞋 忘記 沒有忘記 我跟妳講她 我跟妳講甜甜是這樣子 有豐富的生活嗎 她豐富 可是她比較按槓 她都不會講 所以妳有看過甜甜 跟妳認識的男生在一起嗎 或是送她回家 我們認識的 送她回家的人是滿多的 誰 反正就是她喜歡搞 跟Circus那些人弄在一起 然後每次送的人 Circus的 然後送的人 我有送過妳吧 妳沒有送過我 Eason 沒有嗎 沒有 因為我們那邊也有鄰居 所以有時候也會到她的便車 Circus妳最喜歡誰 Kid吧 因為她有空母狂 我喜歡這種比較解放 因為我會喜歡甜甜 妳本來是喜歡Eason 我沒有喜歡Eason 賣Gay 妳跟我講過 我跟妳講過 她換甜甜 她在我們家 就是吃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弄生蠔的時候 大哥這個 老師 這個給我 這個給我 她吃飽了 然後又說妳家有沒有充電器 她就趕快去找充電器 她就把手機插在裡面 去看這些 Cir 真的 5點 4點多鐘 5點多鐘來 7點不到 差不多 我要先離開… 我就說妳要幹嘛 這種什麼客人啊 來狂吃一個 對… 很多客人 會來家很喜歡 直接把充電器 然後吃東西 然後吃完 對 然後就一直把你們當客棧這樣 然後從頭到尾就是等… 這樣一直有訊息 等一下 等… 然後弄了就走了 妳覺得她是在甜蜜的狀況 對啊 所以妳有詢問她在跟誰這樣子嗎 就是露出嬌羞狀 我大概有稍微偷瞄一下 還是客服這樣子 跟誰 那個 沒有 妳自己招會比別人說得好 而且妳還吃了生蠔 而且那個男生還到我們門口去接她 好 好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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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嘛 我們消音嘛 說嘛 不要啦 你剛剛說那個人 演藝圈的嗎 新朋友 妳叫她自己講 妳叫她自己講 我不要新朋友 我不要新朋友 新朋友… 她有按你在門頂 然後你開門 然後知道是她來這天 沒有…她叫她在我們的大廈門口等 她幸福了 她都開心了 誰啊 是朋友去看電影啊 是演藝圈嗎 這樣子一定是啊 表示大家都認識 來過康熙的嗎 我不知道啦 不要把重點放在我身上 而且那天來喔 那天來家裡面已經有一個 然後我其實會跟你去看電影了 楊子儀 不是 妳知道她… 因為她都拿那些班傑 還有楊子儀出來擋 對… Eason 誰啦 小子儀 Eason 她那天應該是最開心的 因為前面… 妳現在要保護這段戀情是不是 我沒有戀情啊 假的今天是比楊子儀 還要新人的嗎 在演藝圈的資歷 她可以挑的啦 OK了 生吧 生 生喔 生… 生豪的生還是 是生的 靜… 在演藝圈叫什麼 你叫酒嗎 沒有 只是其實 比楊子儀好酒 楊子儀 對啊 可是因為基本上 我們是比較不會有交集的啦 那妳對她的感覺是純朋友 還是有一點喜歡她 好噴 妳是嗎 沒有啊 她的感覺是純朋友 還是有一點喜歡她 好噴 妳是嗎 好噴 不會有好早跟妳結巴 小姐其實說是 所以可能不會 是外景掛的嗎 還是 應該不會一直上節目 外景掛 是歌手是不是 歌手 蔡米佑 不是… 蔡米佑不是 我是蔡米佑啦 蔡米佑機會滿大的 如果蔡米佑我就撞到 她喜歡蔡米佑跟JR 不是 這個男生 知不知道妳對她有感覺 沒有 我們就是好朋友 不要 妳講出來是我們認識嗎 好 隨便 芳盛上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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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姐很好 她結婚生孩子 好 妳很曉得 有啦 芳盛姐結婚生孩子了 這是我新聞了 有一點 有幾分 好 等一下 快一點 我就很多男生藝人朋友 這還好 那妳就講 妳絕對沒有什麼 沒有 這個 我們就要知道去她家接妳 妳去看電影的人 我這一個我就不想講 我們一定小燕 我們就好奇啊 我不想講嘛 你們 快一點 我要下一場 快一點 我求妳們先把 不行 我們要聽 我也沒講… 妳自己沒這樣弄別人嗎 妳看嗎 妳現在這樣玩什麼事 我們就會卡在這邊 我們就卡在這邊等妳 這個我先不想講啦 不然妳可不可以 妳告訴我們是哪一圈的 電視 電影 唱片 綜藝 有唱片啦 以前啦 以前… 以前有唱片 以前啦 現在沒有唱片 現在沒有 不要在這邊跟大家講 可是妳選 妳要跟我或康勇哥講 那妳自己去講 我們兩個二選一 妳選字版…快 不是 快點啦 這還滿公平的 我們兩個可以選一個 看妳比較相信誰 二選一 不是 這…這很尷尬 因為這… 這就是很尷尬 八個… 我們本來就是沒有交集的 我們最近開始就是變好朋友 真的 她都發誓 她都發誓 妳要跟誰講 可是這真的沒有 我聽了多少八卦 我都沒有跟別人講 我兩個都講… 真的沒有交集的人 而且你們聽了 又不會覺得有什麼啦 就還好 誰 只是沒有交集 沒有交集 她真的很資深耶 我不能講出那個名字 可是我可以講一些背景 不是啦 第一個呢 她來過康熙 而且是在滿多年前就來囉 然後她來的時候 是跟兩位長輩來喔 然後那兩位長輩 不是… 那兩位長輩 很資深 非常 是演藝圈的起源的那一種 真的 我知道是誰 不是 演藝圈的起源 妳也太誇張了 好 甜甜 所以妳對她是有一點動心 對不對 不是 很詭異 我們約甜甜看電影 一定是約在電影院 對啊 還要到潘若迪家裡樓下等妳 那時候就在她家 只是順利 我很驚訝她是這個人 因為 她好不像妳會喜歡的類型 對啊 不是 她喔 我跟妳講其實 她如果真的在她自己喜歡人的面前 妳什麼缺點都看不到 她要是在我面前 不然在我身上放屁 不然就打嗝啦 什麼什麼都來的那種 所以在這個人面前 她就不放屁 不打嗝 對 她死樣都會撐住 都會憋著 沒有 我也很Over的 不會… 會 妳敢在她面前表現出 食量大的樣子嗎 敢啊 可 就是 所以那天吃生蠔的時候 她穿的是 她的打扮是哪一個話題 那天穿得很美喔 她穿褲子很短喔 我每天褲子都穿很短 對 她真的很喜歡穿褲子 那是因為你強迫人家去 你家不能褲子懶到色 我就乾脆會想我不要穿 妳自己褲子 我什麼事 妳有被客人的褲子懶過沙方 有 超怕的 那種褲子會 牛仔褲會染色的 牛仔褲也很爛質感很爛 她是有排多少汗 不是 因為有些牛仔褲就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像那種我就不會讓她做 那種也會 對 像那種我就會發一張褲子給她 小甜甜已經沒有辦法錄影了 她整個人 現在放在旁邊 對…她在那裡面打轉 沒有啦 不過我做很多事情都觀察很入圍 可是我發現那一天 甜甜她非常的亢奮 沒有亢奮 就情緒上那邊非常 可以… 可以理解 對 因為她有秀滿安靜的 我就不知道她在開心什麼 她…我拿一杯可樂給她 弄個冰塊她也在那邊 我拿一杯可樂給她 我拿一杯可樂給她 我拿一杯可樂 然後她弄冰塊她又心不在焉 我家那個冰箱是一樣 就咔啦咔啦冰到一下 咔咔咔啪啪 冰箱都掉一地 沒有 那種冰塊真的接不住 要有一個方法 非常難接 真的很難接 我常常一念客 然後喝那個冰塊就說 好 然後接 然後就…永遠都接不到 對 你跟我說奇怪 我真的智商太低了 我會想說有問題 就是 那個是有點困難 真的嗎 這不重要 然後咧 然後她就很開心 就自己不知道在開心 然後就 把它弄一地 然後我就要哭 我就親那些 看完電影的行程呢 就找… 還有找朋友 就找共同朋友聊天 誰 長輩 不是…是共同的朋友… 那妳見過她家長輩了嗎 不要這樣子 沒有 因為我們是互相就有好多 甜甜會不會錄完這集 然後又腿流血 被她自己打 我們是一群朋友 有時候就會去彼此家裡玩 所以她有發現 妳那天跟她約會是素顏嗎 沒有 她常看到我素顏還好吧 她常常見到妳 我之前工作還是工作會遇到 工作會遇到 妳工作怎麼可能會素顏 會 工作完之後 有約在家裡 沒有…不是…工作就是 對啊 就是真的工作 因為比較常態性的那種工作 那她會不會誇獎妳說 妳不化妝的時候很漂亮 沒有…沒有那麼… 我們之前一開始真的不熟 現在這個階段 應該是最值得享受的吧 我覺得長輩可能會拿出拐匠 畫下一道界線 有 對不對 是這裡啊 她正在生氣 我愛情 她是周期性的 只要陷入愛情中就會 一天要三次不是都妳說 可是妳一天要三次 她一直很看有這一點 因為我上次幫她錄那個VCR 我說她一天三次 然後她就說 她就一直在一起啊 我那天被你們害死 她真的有被她害死耶 所有學生都跑來問我說 老師 妳那邊要三次什麼 妳學生可以跟你講這種事 會啊 我們學生真的是什麼事情都 可是這件事不是給妳加分嗎 不是 不要講這個幹嘛 那妳幹嘛跟甜甜講呢 我沒有跟她講 她聽小鐘講的啦 小鐘亂講的 妳跟小鐘講 沒有 是他那人跟小鐘講的 不是 不要這樣子喔 真的是啊 那小孩喔 妳是已經是小鐘的講了嗎 小鐘又跟我提了 對 妳看那一段很多事 我為什麼妳太太會 去跟人家講這些啊 後來那個 我們那個大樓管理員 後來喔 其實 然後小鐘後來還可以改正 講到小鐘這件事情 好像 好好笑喔 聽說克帆在家派對的時候 彈唱都不會有鄰居抱怨 可是只要是小鐘 就會有鄰居抱怨 對 就是在家裡喝紅酒完以後 就是我都會請一些 會彈鋼琴的男生 比如說Michael Lin來我們家 他就會彈琴 然後都很悅耳 然後他都會唱一些歌 然後我自己也會彈 會唱一些歌 從來就沒有鄰居抱怨 妳們不喧嘩嗎 不會 就知道 就已經12點多了還在彈鋼琴 可是你們是鋼琴前 沒有接一個麥克風的那種嗎 不是 是真的鋼琴 就彈琴唱 所以其實那個穿透力其實滿強 但是我們都會記得 彈那個延音踏板 不然就是稍微按點靜音要重的時候 小鐘唱歌他是沒有輕重 他都是重的 然後他本人還要唱出聲音嗎 對啊 他還都唱那個什麼 他有在笑嗎 他就要大家跟他一起合唱啊 所以我就住在那邊20年 然後終於有人按我們店裡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那個 你放了音樂真的不太好聽 可以不要再放了嗎 他就是要大家一起都是合唱 合唱 因為小鐘真的比較大聲啊 他在... 他家在我們家一笑 然後管理員都知道了 是 對 真的是真的 妳說姐妹 他在你們家聚會的時候 管理員也會打電話來關切 前陣子就是一些比較敏感的事情 小鐘琴還在那個 還在糾結當中 還在想 他在養下 他在養下最醇 因為他開始覺得 有很多他跟那個男生相處的畫面 我沒有 應該是有手牽手的 沒有 沒有亂講 真的沒有… 妳不覺得錄完的時候 那椅子會被他抓到整個角色 沒有 妳覺得沒有啦 妳認不太大 對不起 所以小晴姐妹 然後聚會為什麼管理員要打電話 因為一次有時候會很多的女孩子 會來我家 漂亮 對 然後剛好那陣子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前陣子的一些事情 對 然後就是他們會比較關係 因為我們 其實我覺得我們那裡都還滿嚴格的 就是管理員 他會因為 他會知道有哪些藝人來 然後他就來關切說 你們是不是有一位 很特別的李先生 我說誰啊 很特別的李先生 然後就是很龐克頭的李先生這樣 鯨魚頭的李先生 我說誰啊 這Enzo Enzo 對 對 Enzo出來是滿厲害的 因為他們 因為我們那個進區他會有三個 他私下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對 然後他會有三個門 有三個門管 對 所以會比較嚴格 聚會如果管理員這樣子的話 不會招來媒體注意 因為他們其實要小心 他們其實是要替我們小心 他很客氣問我們說 那是一開始 那之後來了幾次 他知道說原來我們是很好 他就會講說 那要不要幫你們 叫哪一家計程車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門禁很嚴 OK 門禁是真的很嚴 對藝人都滿好的 對 他會特別照顧 一棟樓裡如果20億人的話 不是在Lobby會像在機場這樣嗎 對 有一次很誇張是 我們早上就是那天剛有颱風天 然後大家都要出通告 然後我們的門口全部是兩 三台保母車 然後大概四台計程車 然後我想說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原來都是藝人要趕通告 都是來接的 對 所以你們在大廳 碰到要互相打招呼 對啊 然後更像是在那個倒垃圾會碰到 要打招呼 會滿尷尬的 因為後來 你們就碰過幾次 我是覺得他平常這樣穿就算了 他倒垃圾出去 我在電梯口碰到他 在垃圾場碰到他 我覺得他 他穿得跟主秀一樣 我說你今天是要唱青花詞這樣 不是 因為我跟我下通告 他穿高跟鞋這樣 短裙 他會穿這樣子嗎 對啊 我下通告去倒垃圾 所以你們男生跟男生應該做鄰居 因為聽起來 你們跟異性做鄰居沒什麼用 可是他做地段太高級了 是嗎 對啊 你們那邊是高級地段耶 健康地段 沒有…那不算 沒有 他房租跟我們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嗎 你們都知道房租喔 我同一層 以前我就住我隊門還有邱哲 對 對 那時候缺帥哥就 給邱哲 你趕快過來一下 對 晃兩下都好 他有願意出來嗎 有啊 因為他跟一個導演住在一起啊 OK 他班後我就覺得你怎麼那麼面熟 因為他以前的經紀人 跟我是同一個 所以大家都住一起好奇怪喔 好奇怪 還滿方便的啦 所以你們很習慣這種生活嗎 不會覺得下班後還要 都會避開 像是要坐貨梯啊 對 我都坐貨梯 我從來不走正梯的 工作已經很累 對 人比較少 盡量不堵那個 可是有的時候 難免每天經過Lobby的時候 她還是會打招呼啊什麼 對 所以小晴應該接下來 可以考慮搬到別處了吧 我現在在想 我正在看房子 她有幾個藝人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甜甜現在已經無心管那些了啦 真的啦 她的眼神已經失去戰鬥力了 沒有 她現在腦中只在想 錄完這集之後 要怎麼跟那個男生講 不是 那沒有 那我們就祝福妳 祝福了 好 祝福妳 來小明星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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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這個隊友很好 她少一個漂亮的肥皂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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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跟我老公兩個人封錄影 不管再怎麼麻煩 她會幫我媽媽準備 很厚的厚墊 今天晚上的事情 中心祝福牌 方喜來了